我们念佛是不是修定呢 是的 用这一句佛号 把你心定下来 所以无论 起什么念头 善念也好 我念也好 这个就不去管它 只要有念头 心就动了 不是进 念头失掉了 心就进了 我们用什么方法 这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了 我们用驰名念佛的方法 这个主要知道 无论什么念头起来 古人讲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觉知什么 要把念头压下去 这就觉了 那我们念佛人 无论起什么念头 念头才起 就解决到了 我起了念头 第二个念头 换过来 换阿弥陀佛 只许有一个阿弥陀佛念头 不许有其他的杂念 这叫慧念佛了 这叫慧用功啊 一直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压 把所有念头都压平了 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 就见信了 如果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话 见不了信 为什么呢 它还是个波动 还是个小波浪 不过这个波浪是很有秩序的 很平静的 很温和的 很有秩序的 它不是乱来的 尽心 我们修行就圆满了 随着我们的念头 也就是禅定的功夫 小定 见一小部分 大定就见一大部分 究竟圆满的定 那你就全见到了 随着定功前身 你的境界不一样 一定到 甚深大定 这个就是佛所证的 究竟圆满的